欢迎加入韩语看东亚高通膨时代 谁能扭转 美日财长能不能 我们来看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和日本财务大臣林慕俊一 12号会面 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美日双边关系 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指出 外汇市场日元贬值 美元持续走高 G7成员国同意要密集的交涉 提出适当的处置办法 林慕俊一趁着跟叶伦会面再度表达忧心 我们要请问曾教授 具体上美方针对了日元汇率的问题 可以提出哪些具体的协助吗 这个日元汇率的问题 本来只是单纯是日本日营的一些政策的一个影响所致 可是现在如果说日营的这个政策 导致日元的对美元来讲是长期区变 或说长期就是硬压司的这种情况 对美国来说就是一个贸易上的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竞争 对美国不利 对对美国不利 那如果说这个你日营的政策只要不改变的话 这个日元贬值的情形会一直持续下去 那如果它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可能到时候不只是美国这边受不了 还有包括像欧洲欧盟的部分 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相对的意见出现 还有竞争关系的国家 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的话变成说 因为不是这个全球贸易的一个市场 不只是只有日本你本身的一个国内政策 问题是日本是世界三大的主要经济体 我说这个应该讲央行的部分 今天的日本央行它采取的方式是跟大家是大进其去的 走的方向不一样 除非它会改变它的一个战术目标 不然的话这个日元的走势 其实相当的值得来注意 所以还会贬 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只要它政策不变的话 是但是我们看到美国有财政手段 会不会真的使出来呢 这也是问题所在 路透社报导 美国财长叶伦认为 政府介入会是通常只在例外的情况下 才属于正常的 那么对于抑制日元极具贬值而介入的做法 表达否定的想法 接下来美日财长还将到印尼 参加7月15号到16号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 那么日元贬值的问题 会继续在G20财长会议当中发酵吗 我们继续要请问的是副会长 日方寻求外力解决的动机是什么 我想这个在12号 日本的财务大臣林牧军一 跟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 其实在日本 他们已经进行了会前会了 那他们两个会谈 大概在讨论日元会率重扁的原因 但他们最后的一个结论 是因为怎么样 是因为俄务战争 导致于物料上涨 所以其实他们也认为应该尊重市场机制 除非是有极为特殊的情况 然后所谓的政府是不应该介入干预股会议 所以显得意见在G20财长会议里面 他们大概不会对这个事情有特别的讨论 只是我刚刚也特别提到一个事 就是说其实对日本 现在而言为什么日币贬得非常的快 很急 而且呢所以说他又不能升息 因为毕竟呢 现在日本的进一进状况 其实没有复苏 然后再加上呢日元它在贬值 所以呢这个在 在这个世界主要美金在升值的时候呢 却会造成日本很多资金会外逃 会逃到强的地方去 然后呢对内又更有所谓的这个通货膨胀 所以呢他显得意见他现在 这个升息也不是不升息也不是 然后呢你要如果刺激日本的经济发展 我看最后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 开放所谓的这个观光 因为我有开放观光 才能把这个世界各国的旅客 比如他这个去年呢 裁多少才20万 以往都是4000万人 你看差这么多倍 你看这个观光来 其实很多可以赚观光材 而且日本呢其实在2020年 他奥运的时候也就又提了一个观光年 就他也没用 2021年因为疫情也没有弄 到2022年现在也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我有开放观光 才能够真正来刺激到这个 这个日本的一个经济发展 好副会长认为呢 开放观光就可以让日本的经济活络起来 而事实上夜轮这趟日本行 并不是要解决日元的问题 相反的美国还会对日本有所要求 几个月以来 夜轮持续支持石油价格设定上限的提议 目标有两个 第一是维持俄罗斯石油供应给全球市场 降低能源价格 二是限制俄罗斯从石油销售当中获得暴力 接着请问陈老师您来研判 在国内能源的压力下 日本可以继续跟进G7 对俄国能源制裁的措施吗 这个前提要件当然是乌俄战争要持续多久 如果现在的判断如果是长期化的话 其实日本要继续制裁 当然没有办法避免 所以美国总统也到沙地亚拉伯去了 那个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吧 我们集中在日本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的话 沙哈林一号跟二号的问题 特别是二号 俄罗斯形势上要收归国有 所以日本在那边的投资 包括三菱商市跟三井物产 物产跟商市两家的投资额都超过10%的状况底下 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日本急着要跟俄罗斯解决是那件事 怎么样去进行协调 但是日本在这方面动作总是比较慢 如果像英国的石油公司马上第一时间就撤股了 所以到底哪一边受到伤害不知道 而且沙哈林一号跟二号我追加说明一下 虽然没有在题目里面 沙哈林一号因为投资者是印度 二号是日本 所以专对日本进行制裁 沙哈林一号的话 印度那边仍然 普丁没有进行任何的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消息 所以就是本来的样子 仅仅只有对沙哈林二号进行调整 所以那个完全是针对日本的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日俄之间的关系 大概是陷入了二战以后 最低的冰点 所以日本是这边反过来 如果不采取一些攻击性的措施的话 我看也没有办法对应这样的状态 所以前提要件是 俄乌战争还要持续多久 第二个是日俄关系怎么发展 那么目前外界相当关注的是 安倍经济学大多集中在量化宽松的部分 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 是要推动新创企业的发展 国家战略特区法规松绑制度 这两者被认为是驱动日本经济 中长期性的发展动力 日元贬值效果可能带动出口 汇差利润提升 以及潜在的投资回流趋势等等 比较像是推升第三支箭政策效果的附加动力 请问曾教授 未来就算安倍第一支箭的政策退场 有没有哪些部分 依然会被岸田政府所承袭 这个安倍的三支箭 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 那其实这三支箭后来 坦白说只剩下一支 就像第一支箭 第一支箭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在持续 而且因为这个日盈的总裁 他是有任期制的这个保障 再来的话 因为日盈的政策相对来讲比较专业 一般来说 这个内阁这边 不太会去智慧他的一些政策的部分 那日盈的话 他现在做了一个 我称他叫做进行 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货币政策实验 这个政策实验的话 其实已经头已经洗一半了 已经洗一半了 洗一半的话到底成果会怎么样 以我们这个研究人员来看 我们很想知道他成果 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因为过往后 他现在做的规模 跟他的消息 已经超过我们所有教科书的一个内容 我们很希望说到底这个部分 会不会有个良好的结果出现 如果良好的结果出现的话 那可能产生一个 让货币学派里面 在这个产生一个更大的 教科书要充血 有可能 但是如果说他这次就退场的话呢 反而是前面那个就前功近期了 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在岸田来看的话 他大概也只会持续安倍 在关于第一支箭的这个部分 我再猜他可能在短支时间 还不会有退场的情况 所以重点是岸田不是黑田 因为他延续了安倍的第一支箭的部分 因为只要黑田在 另外一点就是说 现在的话日营的这个 我们看他内部的这个叫 会议的记事录的部分的话 其实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反对声音了 过往的话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现在日营已经是一言堂了 这个要持续吃 而且要吃什么 要吃的效果更强 没有说我们不吃这一服药的 这个一轮出现 其实这个也是让我们感觉到 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好 长期才能看出药效如何 从储蓄转向投资 这是日本首相岸田 在7月参议院大选之前提出的 新资本主义重点之一 未来政策设法要将 2000兆日元的个人资金 转为承担投资风险 然后企业再利用这些资金实现成长 这项政策也被称为一亿总股东 但市场反应似乎还有待观察 例如日本人不买日本的股票 为什么呢 我们请问副会长 其实这个岸田在7月参议院选举的时候 他喊出一个所谓一亿总股东这个政策 其实他就是要从储蓄转向投资 但是其实他这个方式 是给企业带来一些好处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现在投资人反而去不买股票 他的原因是怎么样呢 因为虽然现在疫情期间 有些也没有工作 所以他可能靠线上去做一些买卖投资 然后他们会去做这个事 但是呢 他们资金的一个投入呢 大概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个海外股票 然后呢 大概就是要去选择 这个所谓能赚取巨额利润的 美国高科技的股票 所以呢这个日本的企业呢 其实他现在成长的故事呢 也已经暗然失色了 所以呢这个支撑这个日本股票 以前会买股票 大概是日本的银行 跟这个公共养老金的买进 现在变少 所以呢这个也会去抛售 所以呢如何下去 那当然政府就不愿意买了 那老百姓更不愿意去买 所以造成说 现在没有人去买股票的原因 再来观察韩国的央行 升息两码 外界关心是否牵动 台韩出口产业的竞争销涨 韩国通膨情况比台湾严重 再加上今年以来 韩元的贬值幅度又比台币来得大 外界大环境剧烈变动 考验着东亚各国央行的调控能力 而在这一波货币政策当中 谁能动足先机 马上来解读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